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南瓜浓汤 放入适量的南瓜丁还有红薯丁 现在呢我们加入适量的水 那么大家同时也是要注意这个水呢 一定要在我们的刻度线之间 最好呢是不要超过那个最高的水位刻度线 接通电源 选择浓汤 再按启动 让我们再稍等会儿 我们把浓汤倒出来 这样一碗香甜可口的南瓜浓汤就做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